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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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囉 來吃台中烏馬啦 我們 撥著行李箱 直接來 菜包肉 一口咬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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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吃台中烏馬啦 這次來吃烏馬發現啊 他們每一盤肉上面就是都會加一個像這樣子 或者是這個 新的吃法 就是他想說讓你肉烤完之後再加酸酸的東西 網路上說啊 就是 MUMA是被海鮮粥耽誤的燒肉店 所以我這次就來特別點了他的海鮮粥 哇光是這個用料就非常的大方 他干貝很誇張 幾乎是 每一口都吃得到的那個 干貝超級多 這個呢就是這次來住的 環繪酒店 這個感覺起來真的是蠻漂亮蠻新的 哇這個床超大的 這個不是雙人床而已 這是三人四人床吧 這裡的泳池超美 然後大家都是來拍照的 超美的 這個健身房很可以唷 讚啦 今天做了游泳健身 然後現在有去逛房價夜市 出發囉 他說這個上面的招牌 皮拉米斯 他的外皮其實就是馬卡龍的那種 酥酥脆脆的 蠻好吃的 而且不會太甜了 這個是幫你剝好蝦的 這個是幫你剝好蝦的 我是點餐味 他說很辣 這真的有點辣 這個是他們的蛤蜜 滿滿一碗 而且很可愛喔 他也是有一種 小 小海豚 小海豚 小金魚 很鮮甜欸 他很自然 很好吃 好香喔 在文西吃的可憐 他講什麼 因為我跟他說 我想要吃軟一點 他幫我客製化了 很好吃 很像吃小蛋糕的 他給的醬料真的 沒有在開玩笑 小海豚 那種肉 辣椒 我都要吃辣椒 大飯 小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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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飯 小海豚 小海豚 大飯 這隻咖啡 現在有新口味但我還是堅持原味 依舊最好吃 點了一杯蜂蜜蘋果柚子茶 然後這個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的味道很濃郁但真的不會很嫩 很好吃耶 這個就是可以常常點來吃 因為不會害你也可以 這個是無框架的巧克力冰淇淋 剛剛吃完北海道第一個冰淇淋 現在要吃無框架甜點的冰淇淋 還有附一片餅乾 很香 是抹茶口味 巧克力味是蠻濃郁的 算還不錯啦 我等一下應該還是會去隔壁買超級藍莓 等一下所以你這隻應該是要丟給我這個 沒錯 北海道的藍店果 吃起來很像藍莓牛奶 超好吃 晚餐選擇就是它 北玩蜜蜜 結束了兩天一夜的台中之旅 然後現在要坐高鐵回台北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請慢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